順領黨員深深一舉功 二零二十四立委選舉全軍覆沒 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裕宣布全體總辭 面對敗選我們也會負起責任 時代力量的決策委員們 將全體總辭擇期待辦理改選 並且由我繼續來擔任代理的黨主席 來處理相關的黨務的事宜 一直到新任的決策委員選出來為止 國會席斯掛鈴重創時代力量 小黨PK大黨生存空間有限 加上得票率弱不到百分之三 門檻恐怕更加重創小黨 因為立委選舉得票率達到 百分之三以上的政黨 每年每票可以獲得補助五十元 直到當屆立委任期屆滿 以民進黨拿下四百八十九萬多票來看 估算每年可獲得補助款 約兩億四千多萬元 國民黨則可拿到兩億三千多萬 民眾黨每年也可領到一億五千多萬 如果你有一次沒有拿到 沒有過百分之三 兩次沒有過百分之三 你這個政黨就沒有軍費了嘛 時代力量這一回政黨票拿下 百分之二點五七 領不到政黨補助款 恐怕面臨泡沫化危機 也考驗小黨生存智慧 華視新聞林紫陽 呂明達台北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憶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Áhnak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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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呀 呀 感谢观看